十七號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桃園議長邱益勝的實子邱季泰 正式申請投入2024桃園立委選舉 季泰是我二哥的這個小孩子 他是要叫我行水 但沒想到才過兩天就被爆料 歧視他有酒駕黑歷史 更誇張的是還不止一次 自己也在臉書上坦扯 當年確實做錯了 深深一舉功 寫下酒後駕車就是不對 對於酒駕肇事的過往不會迴避 如果有機會進入國會服務 願意擔任終身酒駕房制宣導義務工作者 言下之意就是要選到底 今年三十歲的邱季泰 過去曾擔任市長張善政的競選團隊 青年發言人 但他在2016年還在念大學時 就因為酒駕被抓 招判刑四個月一顆罰金十二萬元 如今才剛宣布參選醜事就被起敵 酒駕根本是路上的無差別殺人 有非常多無辜的人是被酒駕載給撞死的 這不分黨派都該同聲的譴責 也不是道歉就能了事 近年來政治人物酒駕事件平傳 去年竹北市長候選人林冠年 也因為酒駕著民眾黨撤銷提名 獨立參選最後落敗 台中民進黨市議員候選人林毅偉 也因為酒駕被抓主動退出選舉 駕太過去在年輕他不懂事 那我想他這次願意出來承擔 議長輸出還假希望支持者 能夠給侄子一個機會 但酒駕的林榮潤能不能順利爭取提名 在酒駕醜聞揭露後成了未知數 最新的楊中翔 瑜伽偉 張啟涵采訪報導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